我們剛剛說Apple它除了做手機 做電腦 它的這個Apple Watch其實雖然賣得不好 但是還是一直不斷往前走 其實Apple現在想做電動車 好啦 Apple做電動車 這個全世界最會做電動車特斯拉 講話酸得很 他們似乎沒有把Apple放在眼裡 因為科技界的戰爭就是真的 雖然沒有武器 但那個狠度完全不輸真實世界的武器 第一個你知道最早年的時候 其實Steve Jobs跟整個細谷 簽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 這個概念就是我不挖你的人 但你也不要動我的人 就大家自由離職 我們不要惡性競爭 但是等到Tim Cook上台之後 這個互不侵犯條約已經被解除了 他跑去挖別的人才來 是 因為整個規模來看 其實蘋果要進入所謂的電動車的體系 已經是確定的一個說法 只是我們不確定它的時程是怎麼樣 唯一的問題就是在於你會做手機對不對 你的電器系統OK 你的操作介面OK 你的音樂也OK 但有一個問題是電池的規模跟動力 手機跟汽車相差很大 所以對蘋果來講我今天要進入這個領域 其他所有東西我都世界優先 世界第一名了 可我唯一一個覺得會輸給Tesla的 就是我的電池 所以它開始大規模的挖角所有電池界的人才 因為畢竟手機手錶跟車子那個Size差那麼大 那個需電量沒有那麼高 而且裡面的系統應該可能邏輯也不太一樣吧 但那個部分可以克服 可是問題是光是電池你做不了 能夠充電那麼久 能夠持續那麼久 電壓夠強速度夠快的 所以它這一次甚至特別針對 以前有非常多家的公司 做電動摩托車 那有一家倒楣的公司叫Mission Motor 怎麼了 那它正好要增資 因為它已經運行到一個階段 已經有產品了 可是它說我公司現在創業 現金不夠啊 能不能請股東再注入更多的現金 結果蘋果把它的設計漲 電池漲 系統整合漲 全部都挖走 它不是買它 它是挖的人喔 它沒有要買它公司 它就把它的關鍵人才挖走了 這樣有點不太道德吧 那下面有一個怎麼辦呢 你不要說不太道德 因為你把上面的keyman挖走 對不對 如果像我一樣 我在keyman下面工作 就拉著走了 我老闆走 我當然跟著走啊 所以其實是併購的意思啊 但它不是併購 對不起 它就挖人就好 因為這家公司最值錢 就是腦袋裡面的know how嘛 結果它把人挖走之後 它底下人也走 最後增資不成功 Mission Motor的執行長 慘到什麼程度 他說我們要申請破產 但我們沒有錢請律師 所以只好很可憐的 自己一個人提了 平江跑率申請 的確挖人比併購 結成什麼結成多的 那當然 但在這個狀況之下 Tesla也被挖了很多人啊 Tesla也被蘋果挖一堆人啊 但馬斯克 就Elon Musk 其實是一個比較像 我們之前都說他像鋼鐵人嘛 他比較牙尖嘴利 站在墓前 他就講說啊 我們都叫蘋果 叫做Tesla的墳墓 是在我們這邊混不下去啊 我們才把它丟到那邊去 所以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那甚至記者在訪問說 可是你還是被挖了很多人啊 他就直接攻擊 他說各位你們有認真的看過Apple Watch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不覺得他們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對手 意思他覺得說Apple Watch就是很差啦 講明了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Tesla CEO要這樣子用力的打他 第一個 當然他人被挖走很生氣 但第二個Tesla自己的系列產品 現在已經推出了更先進的概念就是 之前Google不是做無人車嗎 Tesla現在也推出了自動駕駛 但這個自動駕駛 第一個 因為在美國上市之後 要符合當地的要求標準 所以每10秒你的手要放回方向盤上面 那哪叫無人駕駛 哎呀 你可以放在方向盤上面趴睡覺嘛 19 8 7 6 還睡著 趴著他睡著這樣子喔 你只能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手移動了 或是沒有放在固定位置 他就停了 他會發出警報器 然後慢慢減速 但有一個問題是 他用的科技算是很先進 用升波 用紅外線 用GPS去偵測附近的車的位置 你知道這有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自動駕駛的車要如何切換車道 那所以他現在可以做到 他說沒關係 我用攝影機 我用雷達超音波感測器 從遠中近 我來讓整個所有系統統合之後 我可以安全的變換車道 可是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最近已經在試用這個7.0的系統的 很多車主上網抱怨說 可是這個車每一次遇到交流道 他就自己要下去了 我明明還開著他 我明明要走 那就是判斷錯誤的意思 他就每次 可能是他城市寫作裡面有什麼缺陷 他每次遇到交流道 他就轉走 所以換句話說 對車主來講很困擾 就是雖然Tesla推出了自動駕駛很炫 那你遇到紅燈還是要自己踩剎車 可是上高速公路 我正想要放鬆的時候 沒想到每逢交流道他就下 下到最後我開不到終點 所以這也變成Tesla 自己的一個大的挑戰 不知道牙尖嘴利的Elon Musk 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是